他会来吗 耐心点艾森 他一定会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先吃点零食 我也要 我也要 苏菲老师 你想要知道关于维恩的什么事情呢 这个嘛 我只想确定他的安全 谁知道默克对他的系统做了什么手脚 你的意思是 默克有可能重新控制维恩吗 很难说 所以我必须做几个实验 维特会帮助我检验程序过程 如果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就不必再害怕默克了 嗯 说得对 一点也不做 你别吃得那么急 你带了零食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这 没关系 进来吧 博士 博士 这是什么 新的机器人吗 机器人 这个可是我的终极武器 哦 让我来向你们介绍 海德斯 看起来很威猛 他有什么能力 博士 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和改良 我创造出了拥有毁灭力量的超级武器 请看 首先 他拥有银鸟的隐形能力 再来是宇宙先锋号的复制能力 暴风号的地狱风暴 以及气候改变技术 他还拥有默克集团引以为傲的盔甲 锯钛合金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配有特罗斯的超智能系统 非常棒的介绍 博士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行动 那是光子能量球 行动 现在开始 我是海德斯 随时候命 默克博士 很好 我有个特别的任务交给你 请下达命令 毁坏城市所有基础建设 以及防御系统 明白了 这个任务的目的很简单 制造混乱 并且占领这个城市 不许失败 明白博士 海德斯 鼓动 苏菲老师 结果如何 没有问题 维恩的系统已经恢复正常 实在是太好了 没错 会是谁呢 我去开门 一凡 我有一个紧急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 请进来 一凡 什么事 这是一则紧急通告 我们的城市正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恐怖分子 到目前为止 一个来历不明的机器人 已毁坏了城市里多个重要设施 军方会采取行动 仅早将这个机器人打败 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敌人正在前往冷聚变发电站的途中 下一个目标就是冷聚变发电站 我们快去吧 别耽误时间了 等等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好作战计划 恐怕没有时间去计划了 况且 我对你们的实力有信心 苏菲老师说的对 如今我们更强大了 这个地方一片狼疾呀 但它到底在哪里呢 大家保持警惕 敌人说不定就在附近 来了 是银鸟 应该就是那个机器人 什么 难道它也有隐形的能力 你们看 暴风号的气候改变技术 地狱风暴 这个机器人竟然拥有这么多的武器 莫克 真是太巧了 莫克 无论你打算怎样 我们都会阻止你的 苏菲 你这个 叛徒 叛徒 呜 实在没想到 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 你也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你曾经是我的德力助手 我对你的期望也很高 想想 如果当初我们联手的话 这个世界早就变得更美好 别做梦朗博士 你只不过是一个 想要吞并世界的疯子 还是一样固执 但很可惜 你做错了选择 你注定要失败 莫克 也自以为是了 孩子们 让我向你们介绍我的新作品 海德斯 海德斯 莫克 我劝你立刻投降 看来你还不明白 现在掌控大局的人是我 看看你的四周 该求饶的应该是你们吧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那就动手吧 那就动手吧 分开行动 各位 是时候启动钢架系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钢架系统传送 继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攻击 把系统锁锁锁 你多可能战胜我 那总试试看 第二轮攻击来了 你打 现在 钢甲保护战 发射 一点难度也没有 我们得把凯德斯找出来 他一定躲在空中 很好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宇宙先锋号的复制能力 你的对手是我 你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心 齐尔斯 绿斗 他真的很强 维恩 你尝试引开他们 我会使用暗影攻击 明白 钢夹系统 锁定 暗影攻击 对手 这比我想象中发挥的更好 无畏的反抗 别小看我们 毁了他 不好了 阿祖 千万别过去 戴士维特 这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博士 依照计划行事 麦德斯将冷具变发电站毁了 明白 博士 钢架人怎么处置 别担心 他们跑不了的 回头再收拾他们 魔能战甲系统 结合多个钢架系统的系统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维特发送过来的程序 我已经大致上看过一遍 并做了一些调整 苏菲老师 你是说我们可以同时启动魔能战甲系统 是的 但我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有多大 我们快点行动吧 海德斯要毁掉发电站了 好的 各位准备好了吗 嗯 魔能战甲 启动 我们看得到对方 大家好 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吧 我可以使用你们的钢架配件 原来这就是魔能钢架的功能 但是该怎么用呢 我们试试一起创造新配件 好吗 嘿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娜娜 哇 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我先来 轮到我了 渐渐有些眉目了 放我了 还有我 希望这会成功 完成了 魔能战甲 传送 魔能战甲 火地 我不会再让你前进 新武器吗 结果还是一样 什么 做得好 猪贝特 怎么会有这种事 快打败他 快点 什么 不可能 魔能战甲 出击 放弃吧 海德斯 不 我要把所有力量注入这个能量球 然后将它引爆 让这座城市永远消失在地球上 海德斯 你在干什么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停下 我叫你停下 不 毁灭程序已经启动 不 你简直疯了 不 你们想干什么 对不起博士 我们要趁早离开 没错 下一次再让吧 停下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将海德斯炸个粉碎 不 那太危险了 这么做会导致能量球发生爆炸的 我们只要令它停止行动就好了 这还真有些困难 一定有办法的 嗯 我们可以像上一次那样 把它带到外太空引爆 但海德斯可不会乖乖被钢架人带到外太空的 钢架人不必亲自出手 我们可以使用某种发射器 你已经想到办法了 是的 这个或许行得通 一切都靠你们了 开始行动吧 各位 我们一起创造魔能终极炮 几蠢的家伙 就是现在 钢架保护杖 发射 什么 回车 魔能终极炮 传送 魔能终极炮 发射 死者 这不可能 我们成员了 这是不明机器人攻击冷聚变发电站的最后一段视频 不明机器人的制造者已被有关当局逮捕 令人意外的是 原来他就是默克博士 一切都结束了 默克已无法翻身 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什么意思 娜娜 刚讲人 你们应该会离开我们吧 维特 这是真的吗 理论上是的 我们的工作已完成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还会否出现像默克这样的人物 而我们必须全力阻止那种事情发生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各位 刚讲人的意思是他们会继续留下来 那实在 太好了 阿泽 我们会永远保护人类 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永远 永远 为人类的未来 当然 滑 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